要想列车跑得快 三个力是很重要的 一个是动力要大 那么阻力要小 摩擦力也要小 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呢 正好具有这样的一个潜质 那么我们在这个头型的设计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头型非常的漂亮 但是漂亮的颜值 必须要能够发挥它的优良性能 才有价值 列车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 那么无论车辆是在这个明线上运行 还是在隧道内运行 还是在交汇运行的状态下 空气的机扰 绝对不能影响到我列车运行的安全 也不能影响到我车内旅客乘坐的舒适度 我们也设计了专门的一个试验 叫做动模型试验 那么实际上顾名思义 动模型就是让这个模型动起来 而且这个模型动的速度一定是要和你做需要的设计速度是一样的 大家听着这个原理很简单 就是用压缩空气 然后压缩空气达到一定的这个压力的时候 然后把我的这个车辆模型把它推送出去 然后达到我们理想的这样的一个试验速度 但实际上这是非常难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会连线中南大学的轨道交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这个试验现场 我们来感受一下 两个车以时速600公里运行的时候 那么在交汇的状态相对速度达到1200公里的状态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小贾你好 杨总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中南大学动模型实验现场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600公里高速速列车交汇实验 现在模型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让我们透过空置室的屏幕来看一下实验现场 轨道全长有160米 车分别从轨道的两端然后进入实验 接下来让我们来到空置室的屏幕这里 一会儿车将要在这个地方交汇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盯紧这个轨道 这个实验仅仅需要一秒钟的时间 大家一会儿在看的时候 观看的时候一定不要眨眼睛 报告两种 实验准备完毕 好 那我们现场给他们倒计时好不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启动 启动 你们看到了吗 小工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 这一秒钟的震撼的分享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杨总 再见 再见